第五季最后一个Jung空洞的看着天空的镜头结束后 我们终于迎来了第六季第一个镜头 Jung还在空洞的看着天空 也就是说他在雪地里躺了整整一年 而这一年里我们关于他的生死 No nothing 唯一知道的就是能救Jung的只有梅雨了 于是在万众瞩目瞧手一盼下 梅雨脱下了笑脸 结果一下把巫术宅男吓得把裤子又穿了回去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可是谁能承受你一言不合就变脸啊 虽然梅雨的身体有点大眼睛 但在复活Jung这件事上倒没有令人失望 他随便给Jung擦擦身体剪剪毛 再念几句咒语就为Jung成功续了A秒 Jung一口喘气活了过来 心笑他们的让老子守了一年的秘密 差点没给憋死 Jung复活后第一件事就是处决了背叛他的守夜人 然后告诉其他人自己不干了 守夜人的誓词说致死方休 那他已经死过一次 所以也就休了 与此同时 他的妹妹三傻在和其恩U jump I jump后 一路相摆逃命 途中幸亏遇到了美人布雷尼 这才躲过小薄皮的追捕 在美人的护送下 三傻终于来到黑城堡见到了Jung 这是狼家六个孩子失散后第一次相遇 三傻前脚刚到 小薄皮的乌鸦后翅膀就松心来了 说他抓到了五郎瑞肯 Jung为了救弟弟决定挥尸拦下 夺回宁东城 但问题是 他手下除了野人大军外 没有一支正规的军队 于是他们决定去寻求北京其他家族的支持 但一圈下来 没有人在支持他们史塔克家 都表示 万一你Jung Snow打仗途中 再跟一个小护士搞上了 那怎么办 最后只有熊道的摩尔蒙家族 表示支持他们 8级的小罗里 摩尔蒙小姐 一口气就给Jung提供了62个士兵 小罗里说 不用四舍五入 这62个战士也相当于千军万马 于是Jung就带领着大军来到了临东城 一场私生子大战私生子的战斗即将打响 小薄皮先是翻了瑞肯 让他往Jung那边跑 然后自己在后面射他 我们的河桃大地 想也没想就朝Jung狂奔熬去 跑出来的线路 就跟用尺子凉出来的一样直 终于在最后十米距离时 让小薄皮瞄准射中了 心疼我合 逃了5G 奔向着第6G终于可以露下脸了 结果只是为了领个便当 Jung看着倒下的弟弟失去了理智 忘记了头一点晚上商量好的战术 一个人骑着马就冲向了第一 幸亏他后面的骑兵及时赶到 不然他就要被千军万马正面刚了 两边骑兵厮杀成一团 小薄皮不管敌军有军一阵断剑扫射 等两边骑兵死得差不多时 小薄皮才命令步兵进攻 将Jung他们团团围住 然后一点点缩小包围圈 巨人旺旺在里面转世越来越困难 混乱中Jung差点被踩死 眼看着包围圈一点点缩小 Jung他们就要全军覆没时 不远处响起了号角声 阴朝城的旗帜阴风飘扬 原来是三傻把小指头醒来了 阴朝城的骑兵团像洪水般 冲垮了小薄皮的包围圈 小薄皮健壮赶紧躲回了城里 Jung带着巨人汪汪去追赶 汪汪再次展现了徒手撕城门的本领 只是城门打开 汪汪也被乱剑射死 最终Jung抓住了小薄皮 这一拳为了瑞坑 这一拳为了三傻 这一拳为了旺旺 这一拳为了你爸爸 最后一拳为了待会儿 让你的狗更好嚼一点 终于本郎气质又再次 飘扬在宁东城上 而Jung也被众人 推举为新的白金之王 郎家正式开始翻盘了 三郎艾利亚一开始 在无面者那里受训 整天被我是谁 谁是我的问题 搞得神经衰弱 最终他实在受不了了 一巴掌资金了 不是 一气之下又做回了 郎家的艾利亚 杀了学姐 告别了无面者后 他展开了复仇计划 第一个被割后的 就是策划血策婚礼的 佛雷家族 北京长城外 死狼布兰这一集也上线了 并且担当起了上帝视角 介绍背景资料的人物 布兰在梦境中 看到了年轻的豪斗 才知道原来他小时候会说话 涂装因为暖刻视角 被异鬼发现 导致异鬼大军来袭 情急之下 布兰在梦境中 直接附身到 年轻豪斗的身体上 小豪斗立马倒地抽搐 而在现实中 豪斗为了救他们 死死地抵住了门 不让异鬼出来 女孩大喊着让他 HOLD THE DOOR 时空的另一头 年轻的豪斗在地上一边抽搐 嘴里一边不停地喊着 HOLD THE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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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少的豪斗 在人生那一刻 开启了命运时之门 之后的几十年 就一直在等待 等待这一刻 用生命去守护他 最终布兰成了三眼乌鸦 打开天眼 看到了悼念 基勒塔的真实场景 基勒塔下 他来歇巴在脸的年轻老爸 Ned Stark 在队友不光彩的助攻下 干掉了 浮雕神剑 亚瑟戴恩 是的 这个一边撒尿 一边可以干翻 五个玉林铁威的英雄 就这样被人从后面插死了 紧接着 他们来到基勒塔上 看到了他的姑妈 他爸爸的妹妹 雷家王子的亲人 老婆国王的未婚妻 Manna 也就是 Jung的亲生母亲 诗家这边 小玫瑰在听了大麻雀 一通人生的经验后 假装皈依欺神 回到网光 把小偷曼国王也给洗脑了 最终让小偷曼宣布 军权神兽 政权和军权平起平坐 瑟后气得不心 真是娶了媳妇 忘了娘啊 有了国王的认证后 大麻雀更自信了 要公开审判 小玫瑰的哥哥和瑟后 但瑟后 在强化版魔杀的保护下 根本不了大麻雀 后来大麻雀 小偷曼废除了 比武审判的传统 这下彻底激怒了瑟后 瑟后找到了 蜂王曾经埋在 君陵城地下的野火 审判那天他没有去 把小偷曼也给 软禁在了宫中 然后一把火 把教堂给炸了 大麻雀 小玫瑰全部葬身火海 小偷曼目睹了这一切 什么话也没说 摘下王冠 纵身于悦 随着他的妻子 小玫瑰要去 瑟后得着自己儿子自杀后 在绝望的平静中 走向铁王座 成了女王 他的弟弟詹姆 在一旁看着 一年复杂的表情 语言中 瑟后将被自己的弟弟掐死 到底是深爱着他的詹姆 还是远在 沙海对岸的小恶魔呢 按照马大爷的料性 哪个更救星 当然就是哪个了 而此刻 小恶魔正在 沙海对岸 施展各种政治手段 治理着城邦 因为此时 逼你女王安达尔人 洛伊娜人和 鲜明的女王 大草原的卡里西 奴隶解放者 七国统治者 正好被草原人抓住了 他们从他 一长长名字中 听出了一个卡里西 按照规定 得把他送到 卡里西寡妇村 当我们的龙妈 是那种愿意手挂的人吗 他把几个草原老大 聚在一块 关上了门 放了一场火 然后自己光着身子 从火中走了出来 那些人立马就跪了 龙妈骑在龙背上 又是一通 微光正的嘴盾 回到明天后 发现小恶魔 把城市管理的一团糟 奴隶主们 都开始闹革命了 龙妈一言不合 就骑着他的龙上了天 然后趁着 奴隶主的舰队 一顿喷火 奴隶主们 立马就乖乖听话了 随后西恩和他姐姐 带领了海盗家族 也来投靠龙妈 还送了他许多船阵 另一边 太监瓦里斯 拉拢了金锦女王 杀蛇 就这样 龙妈率领了 他的海陆空三军 终于开向了 威斯特罗大陆 自此权力的游戏 正是成了 女人的游戏 此后 龙妈三傻 谁将登顶铁王座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比这更重要的是 他们将如何对付异鬼 最终应该是 三头巨龙 喷着烈火和异鬼 展开了一场 冰与火之战 三头龙 一头属于龙妈 一头属于John Snow 那还有一头是谁呢 龙妈出生的时候 他妈难缠而死 John Snow出生的时候 他妈也是难缠而死 这么看来 真龙出生 母亲都会难缠而死 那剧中 还有谁出生时 母亲也是难缠而死的呢 女人的游戏 女人的游戏 感谢观看